康乔双语学校六年级学生不久前刚完成了攀登台湾第二高峰雪山领取毕业证书的挑战 学校仪式与雪山教我的三堂课为教学主题 使用了iPad融入课程进行读写教学 引导同学们有系统的将共同登山后的经验和全班的同学一起分享 也借此提升读写能力 康乔双语学校全体六年级同学想要领取毕业证书 都必须通过攀登台湾第二高峰雪山考验 而这张张的照片全是最珍贵难得的回忆 不过攀登雪山领取毕业证书的壮举并没有因此打住 学校还设计了雪山教我的三堂课主题 将同学们分组后让学生在各自组别中 使用iPad叙述自己的登山收获 再透过APP将整组讨论内容呈现在电子白板上 由师生共同深入探讨 这是一些重点都可以把它整理 然后归类然后这样子看一目了然 然后就可以就是 就是对我们就是记忆力很有帮助吧 这场教学演示同时也开放给全学年教师观摩 让教师们能够更加了解 每位孩子的学习历程与教学需求 教育主任许丽颖表示 这样的学习共同体概念 在康乔已经推行了近三年时间 师生一起参与课程设计 可以让学习有加倍成效 学习共同体是针对老师的共同学习 学生的共同学习和师生的共同学习 我们分这三个部分来进行 那今天所看到的学习共同体是 老师的教学是由八位老师共同设计 这样一个教学对学生有什么好处 经过老师八个老师的共同的智慧 建构出来一个学习的赢家 让孩子一步一步的去学习 康乔商与学校每年都会进行进白场的教学演示 来创新活化教学 由全学年教师找出最佳引导学生的方法 并且创造是生间更多的互动 让上课不再死板 而是更丰富有趣的气氛 继续声评咱们齐新店采访报道